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拿言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最近一个多月呢 OPPO Find X5是一款话题之作 我们关于它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测试 但是有相当多的同学呢 关心这个系列的另外一个型号 就是已经发布的天玑9000版本 那今天我们就为你带来 天玑9000版本的OPPO Find X5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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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DVD起家的联发科 在20多年前就因为掌握了多媒体技术而迅速的起家 在随后功能机时代呢 联发科就已经占据了咱们国内手机市场芯片近90%的市场份 到了4G网络的普及时代呢 安卓和iOS系统的智能手机迎来了风口 而联发科也是顺势而起 当年一款联发科的MTK6589 非常顺利的拿下了几乎所有的入门市场 同时联发科也提出了超级终端市场的理念 并且逐步的开始向终端来迈进 8核MT6592和64位的性价比之王MT6752 就是当年的经典了 一度成为了各家手机厂商终端机的绝对主力 而进入到了5G时代 联发科也推出了天机1000 天机800和天机1200这些面向5G的芯片 就在去年年底呢 高通发布全新一代骁龙8之后 联发科也在不久就宣布了定位在旗舰级别的5G移动平台天机9000 这也是联发科有史以来性能 应该称得上是最强的一款旗舰手机处理器 而OPPO也在发布会上带来了首款天机9000移动平台的 FENDX5 PRO天机版本 作为一款旗舰机型 那它的表现怎么样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款产品的表现 很多人会关心啊 为什么说这次的天机9000能够和骁龙8处理器摆一摆手腕呢 从官方给出的数据你可以看到 这两款芯片都是基于4nm的工艺制造 而本次我们所给大家带来的FENDX5 PRO天机版 采用的是台积电的4nm工艺 当然了很多熟悉行业的用户应该知道 相比较于三星的4nm工艺 台积电的工艺制程晶体管的密度要高于三星 从而在功耗温度控制等方面 理论上要更好一些 在架构方面 二者同样是ARMV9同为八核心 但天机9000在超大核以及A710中核频率方面 相比较于骁龙8-1都有所提升 缓存部分也是要高出不少 GPU部分天机9000采用的是G710MC10 在同代架构基础上升级了纹理等方面的性能 虽然不敌高通自研的Adreno710 但是同样很亮眼 存储规格方面天机9000支持RPDDR5X 最高7500Mbps 传输速率相比较于骁龙8更具有优势 其他的比如蓝牙AI等部分都有不小的提升 如果只从纸面参数上来讲 那这两款芯片可以说打的是有来有回的 都算得上是今年旗舰的芯片了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同样的型号 但搭载了不同芯片的两台机器 它们的表现怎么样 实测性能部分先来看常规跑分测试 这边之五测试当中的FEND X5 Pro天机版 单核最高1300多核最高4291 单核成绩相比较于我们数据库当中的骁龙8机型 分数要高出2%左右提升有限 但是多核成绩提升明显提升了11% Antutu V9大版本测试当中 搭载天机9000的OPPO FEND X5 Pro多轮跑分最高接近99万 和已经上市的骁龙8机型是互有胜负不分伯仲 读写测试当中顺序读取1910 顺序写入1360 这和其他旗舰机型相差不大 随机读取340成绩很亮眼 但随机写入速度就略逊一筹 而在3DMark Wildlife测试当中 天机版8632的分数要强于去年骁龙888和麒麟9000 对比骁龙8-1还有些许差距 但是对比前代产品这个提升已经非常巨大了 天机9000这颗芯片在GPU的部分 是可以和顶级芯片厂商定价齐驱了 接着我们详细看一看GFXBench的详细测试 看一看在GPU性能不敌对手的同时 能耗比方面能否扳回一程 首先是跑分方面 在OpenGL 3.1 1440p的离屏测试当中 两款旗舰处理器几乎看不出来差距 而在1080p的离屏测试当中 101帧的表现也是意料之中 在1440p的离屏测试当中 OPPO FIND 5X PRO的天机版本 平均功耗只有7.16W 顺时最高功耗达到8.4W 换算成平台能耗比的话 5.73的能效比属实是不错 也就是说在分数相同的情况下 天机版的能效转化率更高 GPU的功耗更低 好那看完了跑分以及功耗 接下来咱们瞧一瞧 OPPO FIND X5 PRO天机版本的实际游戏表现怎么样 测试条件还是室温27度 屏幕亮度手动300尼特的情况下 首先是王者荣耀高画质120帧的测试 帧率是接近满帧 而且温度表现不错 发射区域通过图中 你可以看到主要是集中在摄像头右侧的部分 日常玩游戏的情况下 多数的时候手部握持并不会触碰这个区域 下面直接来看一下高负载的老大男游戏原神 测试条件同样是室温27度 以及300尼特的亮度的情况下 高画质60帧运行30分钟 FIND X5 PRO的天机版的平均帧率达到49 和友商对比的话游戏体验还是令人满意的 后期我们通过帧率图可以看到 游戏运行期间整体帧率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帧率变化是非常平缓的 在游戏运行7分钟之后开始平缓的降帧 由于整个过程比较平滑 所以实际感知不会有特别的明显 在之后8分钟里帧率又会有平缓的上升 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测试过的一些高帧率的机型 虽然平均帧率会比较高 但会出现瞬间大幅度的帧率波动 还有断崖式的下跌 游戏里面可能会有那种猝不及防的吊针的感觉 而OPPO Find X5 Pro天机版的系统调校是比较人性化的 在玩的时候会以比较平滑的形式去过渡帧率的波动 在温度表现方面实测30分钟游戏之后 正面的最高温度只有43.7 背面最高42.5 在一种友商机型当中的OPPO Find X5 Pro天机版的温度表现可谓一枝独秀 而在功耗方面30分钟游戏结束之后 整机平均功耗仅为5瓦左右 游戏中顺时最高功率达到7.8瓦 相比较于之前测试过的机型 这个功耗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充电续航部分此次Find X5 Pro天机版同样搭载了5000mAh的大电池 再配合80瓦的有线快充实测35分钟 可以充至显示100% 此外还支持50瓦的无线以及无线反向充电 这是各家顶尖旗舰才会有的待遇 在续航部分的浏览网页视频录像购物 以及主流游戏各30分钟 合计是3小时30分钟 一共耗电63%最终剩余电量37% 续航部分得益于天机9000较低的功耗表现 再配合OPPO自研的LTPO核变刷新率 使得Find X5 Pro天机版的续航表现提升的还是比较明显 看完了大家最关注的处理器性能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看手机本体 Find X5 Pro天机版同样采用了一体化的纳米微晶陶瓷材质 背部引起话题讨论的环形山式镜头设计 让镜头模组和背板过度很平滑 既传承了之前的家族化设计 又让整机观感更具有辨识度 陶瓷材质手感温润 而且在边框和后盖部分的衔接都做了圆滑的处理 整体过度自然平滑 屏幕部分Find X5 Pro天机版2316x1440的超高分辨率 AMOLED的柔性曲面屏 再搭配Victus康宁大猩猩玻璃更加的耐滑 525ppi的高像素密度支持10.7亿色显示 以及自研的LTPO自适应的动态刷新率 这块屏幕的整体观感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这里就不再详细展开说了 想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之前 我们关于Find X5 Pro的体验视频 聊完了处理器 在其他的方面 本次OPPO Find X5 Pro两个版本 都是采用了旗舰的标配级别的配置 包括IP68级别的防尘防水 在软件系统方面 Hyper Boost的极限稳震 超级录音笔 相机智能卡包等等 这些都是ColorOS的最新体验 虽然时间有限 但快速看完了OPPO Find X5 Pro天机版本之后 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OPPO和联发科 从天机9000的表现来看 是对得起旗舰这两个字 也不辜负我们好几个月的漫长等待 天机这次的强势回归 也有望打破目前芯片市场 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任何消费级别的市场当中 足够充分的竞争 最终的受益者一定都是我们的用户 我们期待接下来这两大巨头之间 更加努力的带给我们更好的芯片 我们也看到OPPO对于这两款产品 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这对于未来芯片市场的多元化 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要问大家一下了 你是否看好联发科天机9000处理器 在旗舰市场上的表现呢 好了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拿言 你还希望看到它和哪些机型做对比呢 欢迎留言 我们稍后为你一并带来